2020年10月12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共振党主席安华近期就宣称 自己已经掌握足够执政的国会议员支持 许多被指与安华有关的股票 也就是所谓的安华概念股就出现了嘲讽 尤其是安华发声明指已经获准进建国家元首后 所谓的安华概念股 比如说是马连工业Pan Malaysia控股 上个星期五的交易日 一举就成为了该日第二以及第三大交易量的股票 安华今天就澄清了 他并没有任何上市公司的股份 坊间所传有关他的名字 与大马交易所里某些股票有挂钩的说法 都是不实的传言 而他也促请大马交易所与大马证券委员会 能够关注并采取行动 确保股市不被任何人所操控 或是散播不实的消息 从中谋利 尽管安华本身并不是上述两家上市公司的股东 但他的妹妹法力祖安 目前却是上述两家公司的董事 共产党主席安华就声称 已经获准于明天觐见国家元首 而共产党的总秘书赛夫丁就呼吁党员们 留守在各自的选区继续为民服务 不要到国家王公外聚集 而另一方面 巫统俄联区的国会议员阿末纳兹兰 上个星期就针对网传121名国会议员支持安华仪式报案 全国刑事调查总监胡斯尔就说 警方将会传造安华录取口供 但时间未定 胡斯尔今天下午就发文告说 警方原本是安排让安华在今天 也就是星期一早上的11点到布基阿曼录供 但安华的纪要秘书却对警方说 安华明天也就是星期二的早上9点才有空 因此警方就决定另选时间为安华录供 那么安华明天究竟是会去完工 还是去录取口供呢 那明天才会有所分享了 沙巴以及雪龙区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近几天就急剧的上升 雪龙区多家著名的购物商场 都已陆续传出确诊病例 国防部高级部长伊斯麦·沙比利 今天下午4点在住家直播会报时就宣布 沙巴将会在几个小时之后 也就是10月13号的5月12点开始 进入有条件行动管制CMCO状态 为期14天直到10月的26号 而整个雪兰俄州、吉隆坡以及布城 则将会在10月的14号5月12点开始 进入CMCO状态 同样是为期14天的 但雪兰俄州的进气活动是可以继续进行的 那么我们这里就来逐一看看 在有条件行动管制CMCO下究竟有哪些SOP 第一是禁止跨线的 如果需要跨线的员工是需要出示雇主的信函 以及工作证 第二限制出门 每户家庭只允许两人外出采购食物以及必需品 第三所有的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停课 第四宗教场所关闭 第五娱乐场所及夜店禁止营业 第六所有的运动、休闲中心、社交文化活动都必须喊停 以及第七禁止举办婚礼 那么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也有流传 卫生总监诺西山声称要以核弹炸掉沙巴的推特截图 那么事实上诺西山并不曾发表类似的言论 或是发出类似的贴文 这只是二稿的梗图而已 那么另外一名声称是卫生部属下专科医生 这个医生日前就以给慕尤丁公开信的方式 申诉沙巴医务人员精疲力尽应对疫情 并谴责没有遵守SOP的部长高官 获得免责导致病例暴增 但这名写信的医生却在信中暴露了一名沙巴名人患者的身份 诺西山今天也以公开信的方式说道 医生向公众暴露病患的身份是违反职业道德的 病人的隐私是医学界的重中之重 大家必须要注意这一点 这一节的新闻就给您播报到这里 别忘了谨慎防疫 感谢收看